巴魯贝恩跟施智豪是两个大将 他们一个是离开了这个公正党 一个是被开除了 施智豪是被开除的 所以他们对我们PSP来说呢 我可以这么说了 因为我们的政治理念跟奋斗的目标 跟他们是大同小异 所以也可以说是自同道合 所以他们选择加入我们 我认为是正确的 同时不但他两位大将加入我们 他也把很多很多党员领袖 其他领袖党员们带进我们的PSP 赚大了我们彼此间的这样的政治力量 形成一个也可以说最大的 沙拉越州的反对党 那么不少的沙州公正党的人加入PSP 而且这一些领袖呢都被视为是 而是阿斯敏派系的人比如说是巴鲁比安 还有施智豪 那么如今阿斯敏还有他的这个大将 Zurida 已经从公正党加盟到土团党 就是 阿斯敏派系的人 那么这一些前公正党的人又跟土团党 跟阿斯敏啊跟Zurida 的关系非常密切 那么就有联邦就是阿西马这里的人呢就觉得说 PSP是不是已经成为 Bersatu成为土团党在沙拉越的代理呢呢 成为Bersatu的proxy在沙拉越的proxy 这个言论我觉得是不怀好意啊 因为我们PSP本来就是道道地地的一个 本土的政党跟任何一个政党没有挂钩 我们是独立本土多元种族的政党 尤其是我们不会参加所谓在西马的这些 政治游戏等等 那个我们司空见惯 他们那些游戏玩的我们都跟不上 所以我认为这样的言论呢 只是低谷了我们 因为我们是本土政党 道道地地的为我们沙拉越人 争取沙拉越人的利益 怎么我们会扯上这些跟西马的政治人物等等 这个的确说的不恰当 因为是刚好巴鲁比安、石志豪 还有阿斯敏还有Zurida 他们之前有去沙拉越的时候 刚好一些已经加入PSP的前公正党的领袖 感觉好像有跟他们在一起 所以就有这一些的传言出来 那么刚才你已经说 跟联邦的政党是没有关系了 那么回到PSP本身 就是你一直强调的是三个点 本土独立还有多元 那么PSP现在有多少党员 华裔占多少 那么这个Daya或者是一半 占多少巴仙呢 整体的这个党员人数 还有族群的比例 我们这个党呢 当我辞掉内阁部长的时候 我走返泉州 到处响应非常的热烈 加入我们党的党员 几乎每一天都有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计算 因为我们党部本来只有两个资源 把这个民党输入电脑 现在加到四个 现在加到六个还不够 大概我们将近八万九万的这些党员 假如你说比例来说 我们现在还在审核当中 大概土著会比我们华人的党员 多一些不过到底多到多少巴仙路呢 这个我们还不能确定 因为每一天都有新的党员加入 这些新的党员加入 他们是全新没有参加过任何政党的呢 还是从其他政党过来的 比如说从公正党过来的 然后从SUPP过来的 还是他们是什么样的这个普罗大众吗 还是他们有政治背景的 我们这个党章是说 加入我们全民团结党的党员 不可以有另外一个党制 也就是说你假如是属于其他的政党 你我们都不会接受 所以加入我们的 当然有明星党的也有 土保党的也有 这个人员党的也有 公正党的也有 人民党的也有 不过他们一定要 要辞掉他们原有的党制 才能够加入我们 所以包罗许多了 包罗万象 包罗万象各阶层的都有 我们只要他们认同 我们这种我们的vision跟mission 我们斗争的目标的话 我们都会接受他们 同时我们也非常严格 因为加入我们他们一定要有 填好我们的党员的表格 一定要有他们的登记 IC 照片等等 这些我们才真正的介绍 他们成为我们的党员 大都市 你认为沙州选举会什么时候举行 会在今年呢 还是在明年 因为6月6日州议会就解散 你觉得什么时候会举行州选举 这个我看就要看我们首席部长 4月6日是我们州议会骑满的时候 我有不同的这些interpretation 不同的这些解识 解读怎么下一步棋怎么跑 有的说在六四天之内 你一定要举行新界的选举等等 有的是说在这个警纪法令之下呢 周政府可以继续执政等等 不过我相信呢 周选不能够延迟太久 尤其是假如疫情平稳下来 有不会那么一致的在爆发 或者是说我们疫情安稳了 我相信可能我们首席部长会 会举行周选 因为他要拿他自己的mandate 因为他没有mandate 他的mandate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已故 但是阿迪南的mandate 所以他很迫切的希望拿到自己的mandate 这样的话才能够正式的 为我们萨罗约人民也可以说制政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